1949年,蒋介石坐飞机逃往台湾,洪学志驾起大炮要击毙他,叶帅为何阻挠?1949年12月10日,这个决定中国历史走向的重要时刻来临了,蒋介石携全家从成都机场启程,他们的专机将经过广州,前往遥远的台湾。 当时,洪学志担任第15兵团的副司令兼参谋长,肩负重任,他得知蒋介石的行踪后,立即向叶剑英汇报,提出绝不能让这位战犯头子轻易逃脱天网灰灰的想法,洪学志甚至迅速组织人员,架起大炮,准备对蒋介石的专机进行拦截,甚至不惜采取更激烈的行动。 然而,面对这样的紧急情况,叶剑英却下达了不准打的命令,这一决策在当时无疑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为何在关键时刻叶剑英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欢迎收看本期繁华五千年,一起来了解历史。 从1946年起,国统区的人民运动进入了新的阶段,12月,美军在北平惨无人道的暴行激起了北平人民的抗议,不仅如此,数十个城市的人们也纷纷走上街头,表达着他们的强烈不满,站在抗议最前列的是大约五十万学生。 他们言语积月,喊出了美军滚出中国的口号,与此同时,全国九个省三十八个城市发动了积民强秘风潮,这逐渐和学生的抗暴斗争结合起来,掀起了更大规模的运动。 5月4日,上海各校学生游行示威,反对内战。 5月9日,上海工人,学生八千余人包围市政府,从5月中旬开始,上海、北平、南京等城市学生举行罢课游行,要求改革学制,改善生活,反对内战。 国统区以学生为主力的人民运动,形成了与人民解放军相互配合的反美反将斗争的第二条战线。 这条战线的形成,标志着新的人民大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蒋介石政府已经处在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政治围困之中,经过一年的内战后,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在军事上,国民党昔日数量庞大的军队不复存在,政治上也日益孤立,见此情形,中共中央不失时机地发动了全国性反攻,由内线作战,转入外线作战。 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经过长达半年的反攻,人民解放军歼灭国民党军75万余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在中原地区的防御体系。 迫使其在全国处于防御地位,1948年上半年,人民解放军继续发动进攻,从而进一步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和战争形势,在这两年作战中,解放军歼兼敌264万余人,总兵力增至280余万人,国民党总兵力却跌至365万余人。 从军队数量上,国民党军显然还占有优势。 但国民党内部固有的矛盾却日益间,这进一步地挫伤了国民党士兵们的士气。 不仅如此,在经过四个月零十九天的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的大部分精锐部队伤亡殆尽,东北地区解放,华北及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基本全部解放。 1949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很快就解放了南京。 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的彻底崩溃,在军事上,国民党政权一败涂地,在政治上尽失民心,在经济上全线崩溃,于是,蒋介石开始为自己寻找退路。 退往台湾,叶元帅选择按兵不动,在成都生活的最后几天里,蒋介石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急得团团转,不久后,一个坏消息更是雪上加霜,驻守云南和西康的卢汉,刘文辉分别带兵起义,投靠了解放军。 此时国民党军队军心涣散,早已没有了昔日风采,这让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自己在大陆苦心经营了这么多年的政权, 终究还是一场梦,不仅如此,一份电报的出现更是让蒋介石心如死灰,蒋介石的手下还拦截了一份电报,是卢汉发给刘文辉的密报。 这是蒋介石的部下曾从卢汉那里拦截的电报,原来选择起义的卢汉,刘文辉两人未表诚意,也为了让自己在解放军部队中能有一个更好的前途, 他们决定扣押蒋介石,将其送给解放军处置,蒋介石读到电报后,大发雷霆,因为他实在气不过这两个手下的临阵倒戈,但与此同时,蒋介石又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 他觉得如果继续在成都生活,自己的生命可能会受到威胁,为了活命,蒋介石全然不顾前方战士,连夜调来一个团的兵力来保护自己的安全。 两点,在长子蒋经国的护送下,蒋介石来到了成都凤凰山机场,一架专机已经在机场等候多时,这架飞机来到可是不小, 它是美国总统杜鲁门送给蒋介石的礼物,蒋介石还特意将他命名为美龄号,即使心里有一万个不愿意, 但是蒋介石在回首望了成都最后一眼后,还是毫不犹豫地登上了专机,飞往了台湾, 令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尽管此事的保密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却仍逃不过解放军的火眼金睛, 解放军早在第一时间已经知道了蒋介石的计划,以及登机时间, 那是因为所有从广州去往台湾的飞机在起飞前都需要先向广州机场询问前方天气状况, 巧的是,美龄号从成都飞往台湾,必然会经过广州,广州机场很久之前就被解放军控制了, 身在成都的蒋介石对此并不知情, 美龄号在被问起是谁的飞机时,成都机场负责人便说, 是蒋总裁的敏锐的广州机场负责人立刻觉察到此事的重要性, 于是选择当即上报,广州解放后,解放军15兵团就留在了这里, 15兵团的副司令员洪学智很快便得知L.A.这个消息, 顿时意识到蒋介石的意图,于是便把这个消息立即告知了15兵团的司令叶剑英元帅, 同时还将机场负责人为应对蒋介石的出逃, 而制定的两个计划告知了叶剑英元帅, 这两个计划都需要机枪, 第一个计划是用武器逼迫蒋介石迫降, 另一个计划是直接击落蒋介石乘坐的飞机, 叶剑英元帅听后觉得这两个方案都是很不错的方法, 但由于考虑到蒋介石在国民党军中的政治地位, 他知道这两个计划的选择必须甚至诱甚, 于是叶剑英元帅思考再三还是向中央发去了请示, 事件飞逝,眼看蒋介石的飞机就要飞离广州了, 叶剑英元帅却没有等到中央给出回复, 洪学智不想错过这样的绝佳机会, 情急之下他请求先斩后奏, 决定先把蒋介石的飞机击落, 但是因为没有得到中央的批准, 叶元帅觉得这件事坚决不能做, 于是蒋介石在经过广州机场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阻拦, 因此逃过一劫。 到最后, 美龄号顺利飞过广州, 安然无恙地降落在了台湾, 在这件事后, 有人指责叶剑英元帅之所以不击落蒋介石的飞机, 是因为顾及黄埔旧情, 才故意放走蒋介石的。 可是, 当时中央没有批准叶剑英的请示, 更是没有惩罚叶剑英元帅, 这足以说明不拦截蒋介石的飞机也是中央的决定。 那么, 面对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中央却为何没有批准叶剑英元帅的请求呢? 虎视眈眈, 中央识破美国意图事实上, 中央方面也不愿意放走蒋介石, 可是在这件事上, 中央需要考虑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我们都知道, 美国一直名利按理地为蒋介石撑腰, 并不是为了让中国发展壮大, 其根本目的是要将中国割裂, 从而坐收渔翁之力。 美国认为, 能够促成此事的最佳推手就是蒋介石, 但让美国人没有想到的是, 蒋介石虽然与我当时水火不容, 但蒋介石却始终坚持着一个中国的原则, 不仅如此, 在解放战争后期, 蒋介石就已经洞察到了美国的狼子野心, 他于是开始对美国抗拒美国的主张和安排, 蒋介石的态度渐渐引起了美国的不满。 见蒋介石不愿意配合自己的行动, 他们于是想到了拉蒋介石下台, 在国军政府内部扶持别人取而代之, 美国首先看上的就是抗日名将孙力仁, 美国还专门派人去跟孙力仁透露了这方面的意图, 谁知, 孙力仁对蒋介石十分忠诚, 在得知美国人的意图后, 他坐立难安, 生怕蒋介石知道了怪罪自己, 于是第二天一早, 就早早地前去蒋介石府邸, 向蒋介石告知聊整件事情的经过, 还向蒋介石发誓, 说自己永远只听蒋介石的号令, 见此情形, 美国不得已只好放弃孙力仁, 寻找下一个目标, 美国人找到的另一个人员是陈诚, 陈诚和蒋介石是老乡, 也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左膀右臂, 陈诚在美国方面的安排下, 迅速就在台湾地区, 建起了不小的声望, 可是陈诚也对蒋介石忠心耿耿, 美国人知道, 除非蒋介石离开人世, 不然陈诚也绝不会生出二心,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美国人恨不得蒋介石马上出事, 美国人认为, 只要蒋介石在大陆被杀或者被抓, 国军政府就会陷入群龙无首的境地, 这个时候, 陈诚就可以趁机上位了, 不过, 明察秋毫的党中央对此动落官火, 早已识破了美国人的意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